欢迎来到历史人的频道 首先,请大家帮忙在下方点击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来观看更多的历史故事哟 1967年12月22日 美国初刊的《时代》杂志 策划了在越南的圣诞节专辑 宣传了美国军方推出的休息复原计划 让当时的美军有机会选择到日本、泰国、香港、南越或台湾放松一下 而这休息复原计划原因为1965年月战开打 月供十分刁钻 为了让士兵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驻扎在越南的美国士兵 每三个月就能得到五天的假期 这个假期美国士兵可以选择去全世界任何地方游玩 无论他们去哪里 美国政府都会报销路费 这对于死里逃生的美国大兵而言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福利 不少士兵都选择去夏威夷这样地方度假 也有不少人选择去日本 另外当然也有很多士兵选择去台湾 一方面美国士兵对华人好奇 另一方面台湾距离越南也比较近 对于这些士兵而言也能免除舟车劳顿 周刊刊登一篇叙述住越南美军在海外的度假生活 其中提到了台北市北投并配发了一张图 当时时代周刊上刊登了一位美军和两位台湾美女裸裕的照片 此照片一刊出 不仅让蒋介石气炸 也让台北在外国人的心中 久久无法摆脱买春之城的形象 在其文章中写道 相比于萱华的台北市 这里像一座世外桃源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这里是让不少男士迷恋的温柔香 从台北坐车 只要半小时就可打北投 北投当地有75家温泉旅馆 其中最出色的是文士阁 来这里是不会后悔这个决定的 原来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 将北投温泉开发出来后 形成了一个风景区 让游客前仆后继的前往游玩 但时代杂志这样露骨的评价 及配发的照片 真是气炸蒋介石 而他自己的官邸 就紧贴着北投这块温柔香 令他感到萌羞 他勃然大怒要求 整顿这个行业 只是新闻局 痛斥报道伤风败俗 为何明明日本 泰国及香港等地 也有娼妓 却唯独台湾登了风俗照 大行业整顿后 美军也都回去了 时代周刊也不能全部回收 于是 蒋介石就下令把照片上 养个女生给抓了起来 给他们安了公然猥亵的罪名 养名女子被抓后 对此很郁闷 其中一个女生的名字叫美玲 被抓后 她大喊冤枉说道 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可以正常上班 怎么就被抓了 得知这女子的名字叫美玲后 老蒋想起自己的老婆宋美玲 让她更加盛怒 女服务生竟然叫美玲 给我严惩 两名女子被严惩后 在台湾掀起了波澜 热议纷纷 联名抗议 大家议论 拍照的美国人不抓 杂志不告 抓两个弱女子顶罪 对此 老蒋感到很是难堪 不久后 就下令释放了这两个女子 这件事最后也无疾而终 这是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动动你的手指 感谢你的喜欢 感谢您的观看